脂质体是一种微小的脂质囊泡 由一个或多个脂质层包裹着 其中心含有水或水溶性物质 脂质体在医药和生物科学领域中有广泛的应用 脂质体技术是指使用脂质体来包裹药物 基因或其他生物活性分子 以便更有效地将它们传递到体内的技术 这种技术有许多应用 包括药物传递、基因疗法、疫苗传递等 脂质体技术的主要优点包括 增加药物传递效率 脂质体可以帮助药物更容易地穿越细胞膜 提高了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降低毒性 通过将药物包裹在脂质体中 可以减少对健康细胞的损害 从而减轻副作用 增加稳定性 脂质体可以保护一些药物或分子 免受分解或降解的影响 延长其有效性 提高目标定位 脂质体可以被设计成 具有特定的受体或标记 以确保它们更精确地 传递到目标组织或细胞 关于副作用 脂质体技术的副作用通常较低 但可能会出现局部刺激或过敏反应 不同类型的脂质体和用途 可能会有不同的副作用 因此具体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使用脂质体技术时 应根据医生的建议和具体情况 来评估潜在的风险和益处 wander发生 油 震